10月14号早上5点钟 中国大陆的解放军 东部战区宣布开始实施 联合利剑2024B的演习 这次为什么会拖了这么久的时间 事实上我们必须严肃思考 中国大陆目前掌握台湾 整个社会脉动以及群众心理 它的程度我们必须要严肃的思考 在双十之后 整个中国大陆也有它很多政治的议程 譬如说中国大陆要招待 很多中国人民友好对外的协会的 70周年的活动 而且国务院总理李强 也要去辽国去参加东协的峰会 同时还要访问越南跟越南有相互对话 但真正最重要的事情是 10月13号我们基隆地区 在办理罢免市长的投票 那中国大陆经常举办军事演习 会被利用成影响台湾政治脉动的罪名 扣在他们头上 所以回避掉台湾任何政治活动的进程 所以拖过了10月13号的投票之后 在14号早上动五动动早上五点钟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 立刻宣布这项演习 我相信这些都是经过评估与考量的 中国大陆对于整个这些 就是能而是之不能会而是之不会 他这个拿捏确实是相当精准 在双十之前 国安高层透过特定的媒体对外放话之后 他们刻意将这个时间推迟 最后让台湾社会有很多人认为 是文工降调而来武贺取消 但事实上当大家一松懈的时候 他就突然将这个演习推了出来 所以也造成台湾社会相当一定的震撼效果